告诉你我既然要是出了这个门 我以后会一辈子你信不信我 让他走让他走 马经理你快回来跟老板道个歉就好了 老板我今天出了这个门 你就再找不到像我这人认识的经理 老板跟你说 哎呀 你马经理你不走行不行呀 不走 我不走 能行吗 老板你赶紧劝劝吧 行了 走什么走啊别走了 哈哈 不走啦 那老板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能问 但是你有问完了 哈哈哈哈 那我能问你两个问题吗 你有问完了 啊 有人 哈哈 你别跳 行 那我最后再问你一个问题 你要答对了我就不走了 答对了你就不走了 对 你问 我这衣服是什么颜色的 黑色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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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你老板 打对了 啊 我不走了 我上门去了 上门去了 对 哈哈哈哈 是我小孩的他小孩 马经理别说话 干啥 老板 那天答应报销我的面部护理 这单子你拿着 不是 你是不是漂亮 你做面部护理 你让老板给你报销 老板还超了不能报了 我不管 那天老板答应我的 什么时候答应你的 马经理 这个事我确实之前答应过 是吧 然后那个 我一会给你转过去 好吧 好 老板 你看我一大公司 静静夜夜 日夜操劳 是吧 你看我这脸是不是 你应该做个护肤护养了 不是吧 这理事很真的吗 算了吧 你算了吧 不是 不是老板 你放心 我一说啊 你是不是觉得很浪费 一点都是浪费 我这齿腿和六百肺一比 那是我这大脸盘子 这价格绝对是合算 马经理啊 大不大我不知道 反正我觉得应该挺厚的吧 哈哈哈 你一边去啊 是 马经理啊 没事你你先去忙去吧 好 老板我不去忙 我觉得不公平 我还觉得不公平呢 哈哈哈 那个马经理啊 我问你个事 老板 你你你问 那个啊 你乖不乖 我我我当然也乖了 听话吗 听话 听话 听话咋不做命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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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老板 哦 马经理也在呢 老板我想预支五千块钱 啊 马经理你嘀咕啥呢 哈哈哈 下个月我姐妹办事 我得去一趟老板 嗯 啥红的白的呀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不会喝酒呀 嗯 我是说喜事还是丧事啊 不不是老板 那谁家那丧事葬礼 还得提前一个月通知啊 咋的跟言王言语 亲戚还是活不起了 你别笑 这 马经理你刚才跟老板说啥了 你管我说啥了 哈哈哈 你你真是勾到家了你 你也是 我不借了行了吧 哈哈哈 别别别别 嗯 你把我一块借了是吗 哼 一块借我会跟你一块去 你去 你去 我到家了你就够 嘿嘿那行 老板老板 老板又在连八块父亲呢 什么 打死我了 刘伯伯 你干什么了 勾碎碎的 我我我 还流口水了你 啊 你在偷归老板是不是 坐坐勾来的 别别别别 不要马经理别别 我我交发款马经理 200 行行 200 500 500可以没问题 500给给 800 800 800啊 行行行800 800 不是刘伯伯 你今天有点不对劲啊 你是不是找一个有迪宝的老头 不是不是 你瞎说什么呢你 我可没找老头 你找什么 我找的是英俊潇洒年少多金就跟咱老板一样的男朋友 你可拉倒吧你 就咱老板的小心词 你还不如找个老头来 咱俩 哎呦 不是马经理啊 什么意思啊 你是在质疑我的身材吗 不是 你看看你的腹肌呢 不是老板 那个我在抓刘伯伯 他偷看你健身 他偷看你 我 我就是想我男朋友了 我过来看我男朋友怎么了 有毛病吗 你拉倒吧你还找男朋友 不是你找男朋友 你找老板办公室干什么 你这不要脸你 闭嘴 伯伯 嗯 你想我了你就直接进来找我嘛 正好我给你看到最近刚发现的那个 运动健身的好东西 走开 马经理啊 敢不敢跟我比比 看赞谁做得多 老板你敢不敢玩玩得更大一点 我要是赢了 立马给我升职 那输了呢 输了我立马去当保安 行 一 二 三 四 我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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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了不行了 别别走伏伏 别走伏伏 不行了 哎呀不行 你这体格也不行啊 你好好锻炼锻炼吧 锻炼到下班 啊 我带伯伯先去吃口肉 好吧 伏伏 老板 我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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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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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走了 这么多文件都让我做 嗯 嗯 哎 你什么态度 你站着啊 你现在越来越狂了你 怎么了 啊 自从你去当保安所有的项目都甩给我 我没日没夜的加班啊 啊 你来你看看头发都掉光了 头发都掉光了 不是我交给你这些任务 是因为我相信你的能力你知道吗 不是老板 你别搞笑了 他能有什么能力 这是 我也确实是 是吧 跟你比的话 他差点意思 那肯定 老板 老板我跟你说啊 不是我吹 就这点文件资料 我用半个小时就把他拿下 你这方面 你要像马经理多学习 你听到老板 多学习啊 不是谁新的 你吹牛吧你 吹牛 你看看你等着啊 我一会儿出去 你等我半个小时 我立马给你做啊 哈哈哈哈 这这什么意思老板搞定了 对啊 哎 你干嘛呀 我不好意思我干嘛 你打算我干 不是老板家里没黑呢 你干嘛 我没有外人 你还叫我老板呢 哎呦 贝贝啊 你怎么能干这么重的花 自己木头累了吧 啊 以后有什么活儿 让我来干知道吗 我帮助你 好谢谢马经理 行 赶快给你和你 你那看吧 我去和我看吧 你应该是老板心女朋友吧 是吗 早考他了 你那么多东西 使用不下去家长吗 听说还快订婚了 不是 你们怎么能这么一个老板呢 订婚了 啥 李伟伟 你怪我你自己得了吧 哎 你这一百五十英大铁鸽子 还搬搬这个 自己搬去 哼 不是马经理你 哎呀 刘伟伟啊 把这个文件处理点 下边给到我知道吗 不是 这个不是我的职能范畴 会要马经理啊 现在是了 不会就学 知不知道 哎呀 怎么回事 那个刘伟伟消息带口 我帮你救起她呢 行 帮我救你 不用你帮我说话 我自己能做 今天不行 这样吧 早还约你一起吃饭呢 早点下班 啊 吃饭 嗯 我忘了给你介绍 这是我姐 啊 啊 这个 这是姐姐呀 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 给你买吧 啊 谢谢姐姐 你送的我都喜欢 这是我之前跟你一起提到的 对对 啊 马经姐 啊 这不是我给你的活吗 你这么喜欢把 活给别人买是吧 不是老板 我看你更适合门口保安的 不是老板门口保安 那个活太清醒了 我还喜欢忙起来 走 我去吃吧 我去吃吧 这不是6000元吗 今天准备上班了 不是 还有五分钟呢 马经理早上好 快走 两个准备走 去厂走是吧 你们正常男时 正常36天 站住啊 健康马新船马拿出来 你电话没电了马经理 没电了是吧 那不好意思 你规矩办事 不是 马经理你通融一下吧 通融一下 也不是不行 你上去给老板说一声 让我重新当经理 要不然的话只要有我在 你就别好事 老板 马经理刚才就是这样 是威胁我的 怎么回事这是 不是老板 不是你看到这样的 老板你看我心情苦苦 为公司这么多年 你就把我调回来经理呗 你休闲 回来就知道欺负我 老板不如让我 做马经理的位置吧 你吃人做梦你 你吃啥啥不行 你还当经理 这样不太好吗 老公 干什么 你叫谁老公了 刘伯伯 删边去 老板你看我心情苦苦 我经经业业 为公司 你看我做保安 都做到地方 经理的位置 非我莫属老板 你就把我调回来吧 老公 滚滚滚滚滚滚 坐你的保安庆 开你的门 快走 哎 嗯 坏滚滚滚滚 微放轻轻的炊 呦 啊 哈 啊 那个评宝给你设置好 好帅啊老板 手足了 别别别 看动画片呢 上班还挺累啊 刚工作完嘛 跪上制作第八场 上班写通来 发个200 快点 你拿来吧你 哎 被电话了 喂 三一 相亲 哎不不不 没时间我上班 你你你拿来不你啊 哟 刘伟伟啊 这谁啊 好啊这个刘伟伟 偷老板手机是不是啊 不是不是 给我说清楚 马经理 马经理你也疼我了 怎么回事 老板我替你抓来个小偷在这呢 你俩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老板你看这个是你吧 对没错 我就说嘛 刘伟伟那点工资 还能买得起这么好的手机 一看就是偷你的 哼 马经理你血口喷人 哼 就算是这样了 你解释一下 这个是怎么回事 来你说吧 哎呀这个 也不怪马经理 谁让你上班时候看到话片 就是 行 你厉害 厉害 哎 三姨 你刚才说那个相亲对象 明天我就去见一下吧 你赶紧去见一下吧你 你相亲 啊对呀 听说还是个富二代呢 人长得特别帅 哼 哼 哼 那个 成员就像三点 我